大家好,我是龟骨鱼老迪哥 我们今天来讲一个也是一些龟友遇到的问题 前不久还有一个龟友通过我那个办法找到了 就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 为什么是找到了呢? 因为外堂龟很容易越狱 就像如果你环境里面上面预留的空间并不高的话 而且是在环境边面种了一些植物的话 它很容易沿着植物就爬出去了 这种情况有的龟友一回去发现龟不见了 然后把那个土环境防了一个底朝天 也没有看到龟埋在下面就着急了 其实这种情况大家不要着急 首先黄园它的赖即可程度还是很强的 如果说在家里越狱了 你不是在阳台上面有很大的缝隙可以掉到外面去的话 大家基本上不用太担心 十天半个月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一般你可以在家里的阴暗潮湿的角落里面找一找 如果实在找不到 十天半个月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黄园它可以缩在壳里面 它可以降低自己身体对能量和水分的消耗 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个多月都没找到 那就比较可能是有风险有危险了 它可能会在哪个角落里干死或者咳死 这是第一点大家不用太担心 大家不用太担心 寻找的方向就是在家里的一些角落里面 一些角落里面 第二个就是说 推荐一个办法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一些角落里面多放一些水盘 放一些水不要太深的水盘 因为乌龟你不在家的时候 乌龟它自己它会出来寻找水源 如果说你不在家的时候 它出来喝了水或者说泡了水之后又跑掉了 你回来之后可以随着家里的那个留下的水痕 找到它躲藏的位置 这种办法我们已经推荐给至少不下雨 十到二十个龟友 用这种办法找到了自己在家里越狱的龟 除了黄园以外还有水龟 包括色香也有越狱的 巨头也有越狱的 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找到的 也希望把这种方法分享给龟友 第一个乌龟越狱了 不要着急 多找一找 实在找不到 用这种办法把它引诱出来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 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